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报25967.33 标普500指数下跌4.63 报2879.12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0.44 报7943.32 那么有关更多股市方面的分析呢 我们将在今天节目中的下半场访问股票分析师 也是投资的顾问Bill 严博士将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分析 那么在今天上半场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德利昂地产 德利昂 Realty 的华语市场的代表 Melanie 于 于小姐 你好 你好 Gina 你好 非常的高兴啊 在做客这个西谷华人电台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 我知道每次来到节目当中 都会为听众朋友们分享许多你们公司的一些新的listing 对不对 对的 嗯 那这一周的listing会有哪一些新的上市的房子呢 四五月份嘛 就是传统的房地产市场的旺季 所以我们每周大概都有五到十套房产左右的房产上市 这一周呢 大概有五套房产上市 这一周会有五套房产 对 那我也知道在刚刚广告的这个间隙啊 听说就在五套上市 当中其中有一个off market就就已经是卖掉了 对 其实是六套 然后那套就是昨天一下子就off market就卖掉了 嗯 是在Menlo Park Central Menlo的一套 大概六百多万的一套 这个豪宅 所以还没有公布给听众朋友 还没有来得及出手了 对 昨天晚上卖掉了 所以现在就是有五套还会 在这个周末举行open house 哎那其实说每年的四四月和五月 其实是房地产的这个旺季 可是今年跟去年相比有一点不同 对不对 嗯对 如果就说拿数据来看的话 今年一月到现在就是跟去年的数据比呢 呃不论是从中间销售价来讲 还是每每平方英尺的这个售价来讲呢 确实是大概有一些百分比的啊跌幅呃跌跌降这样子 所以大概是比如说独立屋的中间销售价大概每个城市 我大概看了一下大概都是有百分之五到十五的这种这个下跌啊 那在市场上停留的天数反正也是比呃 去年看起来要久一些 比如说在mountain view啊或者sunny view 去年大概平均的呃 days on market的时间呢大概是九天 那现在呢就是今年呢大概是要三周的时间 甚至有一些其他的城市可能时间更长 对对或者价格价位更高的房子 那在市场上停留的时间就更长 这也是像我们怎么讲的住宅班区的朋友可能常常也会遇到这样的情景 当我们自己散步在自己所在的社区 或者是我们漫步到其他城市其他的社区 都会看到这个代售的这个房屋啊 在市场上这个牌子挂的超过了三周 甚至更久的时间在 对对反正各方面的因素啊 今年确实是呃跟去年比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发生 所以就说呃但是好的房子呢就是大家还是一窝蜂的抢 但是呃本身自身条件稍微差一点的这个啊 比如说颜值稍微差一点的或者说怎么样的 去年其实走的也很快 但今年呢就是需要时间被市场消化了这样子 而且像您刚刚也提到说每一个城市独立屋的这个中间的售价 大概都会有5%到15%不等的对呃这样的一个下跌的情况啊 那这个是不是呃像我们也有一些分析数据显示说在刚刚提到的像 Mountainville啊或者是Sunnyville甚至是Santa Clara去年涨幅比较快的这样的城市 反而下跌的幅度相对也比较大一点是这样吗 对对尤其是Mountainville和Sunnyville啊感觉是今年和去年的数据比确实是拉 那对于你们公司我也知道是每一周啊是每一周都有许多的房子在上市 那买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买家呢嗯怎么说呢我觉得今年跟去年比的话买家稍微会冷静一点啊 然后嗯更想找这个低点啊对想找低点但是好房子其实大家也是有慧眼去识别 所以他还是会抢还是会下offer去抢这个房子 所以我觉得嗯今年来讲对买家来说倒是一个买房的好机会啊 好机会啊对这个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说今年嗯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买家 比如说也有头一次之夜的买家或者说刚刚开始开始找房的买家 他们对这个市场的情况他只是知道啊市场现在慢下来了 但是他们应该做什么准备呢他们可能自己并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呢首先借建议买家朋友们先去把这个preproof letter准备好 再去看房子这个就是贷款申请信这个是最重要的对不对 对对对有很多哎觉得我这个心理也准备好了 然后我家里头这个dream house可能也想到是什么样子房子也看了 嗯可是等递到offer的时候呢结果这个贷款申请信还没有 除非你是all cash那就不用了哈哈哈哈对吧 所以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他也他可能知道自己想买什么房子 但是他觉得自己还没有ready但是他去看了那个房子之后 他突然发现哎呀他falling in love了就是觉得这房子我非买不可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哦自己连这个preproof letter还没有准备好 那这种情况下就是很难去跟别人去竞争这套房子了 所以现在即使是市场开始变缓但是买家朋友们还是应该先做足准备功夫这样子 嗯要做足自己的准备功夫那不知道要准备哪一些的步骤的话呢 那这就要请到专业的地产经纪地产经纪给你更加专业的指导对不对 对对对对一般呢买家经纪他都会给你一些指导意见 比如preproof letter啊你的这个fond啊proof fund啊你起码要准备好 或者你要有的时候你要写信去给这个seller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证文件啊证明啊什么的 就是去银行拿也是很快的这个东西也不会说 当然如果说你计划说半年以后或一年以后才去买房子那你可以稍等 是吧但是就是说如果你开始已经去开始看这个房子了 那你最好还是先把这个东西准备好 嗯那除了这个买家在准备好第一个限决的条件 也就是说第offer的一个限决条件申请贷款申请信之外 其他的在买房子这个时机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 买房子的时机呢其实其实嗯像没刚刚提到说 哎现在这个时机因为呃这个买家更多的一个选择 对不对那除此之外比如说在地点呢 嗯在其他的方面还有这方面一些建议吗 其实任何时候呢都是买房子的好时机啊 都是可以找到一个deal的 但是就说呃当然不是每一个人他都是买房专家 而且他也不一定是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去眼光放在这件事情上哈 但是如果说就今年的形势来讲呢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优势哈 比如说你现在30年利率又降了 美联储又说暂缓加息或者不加息可能甚至会降息对吧 然后现在有一些买家他也是持观望态度 所以呢嗯虽然就说今年会有不少公司IPO 比如说Uber马上也要IPO 但是他们的总部都不是在硅谷 基本上在是啊San Francisco那边嘛 所以暂时也不会对硅谷的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啊 但是就说嗯但另一方面来说呢 就是说这些公司他也有员工喜欢硅谷的天气啊学校啊 或者说很多那些嗯 凤头公司他们也拥有些公司很大一部分的股份 那这些人员工他们也是住在这个Mellow Park 比如San Hill Road 这个区域他们的写字楼 所以这一部分人可能他们也有这个购房的需要啊 在在这个他们有了这个上来PO之后股票拿到手了 可以那个什么了 所以就说现在呢 选择一个交通机非常便利 然后学区也相应比较好一些对不对 对这样的话 就是说来时机来讲呢 现在是一个好时机 嗯然后那你再要去看你想买什么区 那有的买家就很很知道自己想买 我就是只要买这一个区 那那有的买家就说啊我有这个budget 但是我很有flexible 我很flexible 我可以去买Sunnyville 我也想去买Santa Clara 我也可以去买San Jose 就是每个人不一样 这个就要跟你的agent去详细的去聊 就是谈这个你的这个情况 具体的情况 包括我们手里头有多少巴掘的 对啊 想要怎么样 你可以配多少的down payment啊 对不对 很多的问题 就是很多问题 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 就是每个人case不一样 就像我们卖房子一样 就是每一个seller都是不同的 他的他的情况 每一个房子都是不同的 每一个buyer也是不同的 所以就是还有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但是就现在这个市场情况来讲 还是一个不失是一个买房的好时机 如果你说刚需的话啊 就是说还是趁着这个时间 可以开始看看房子 下下offer试试水这样子了 哎 太一探这个地产市场 对于你自己的期望值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离你期望值是高还是低点 有的时候可能你会有一个surprise 说哦真的 这个价格我买到这个 我的心仪的房产了 你会surprise 可能也会有 但是重点 或者说有的时候你会泼冷水 因为20个offer都在抢这个房子 所以真的是不知道 对 但是关键一点呢 就是要找到专业的地产经纪人 给你带来专业的建议 像您购买房屋的时候 要具备哪方面的一些准备的条件 那这方面呢 除了我们今天所访问的德利昂地产 像我们今天所访问的德利昂的地产 Malani呢 给我们会有专业的这方面的一些咨询 那朋友们也可以拨打他们公司的电话 专业的受险及退休产品精英团队共襄胜举 你是否追求改善他人生活 实现工作价值 你是否渴望在实力雄厚的国际公司大展宏图 享受幽默的工作福利 及灵活的家庭式工作环境 这些AIG都能帮您实现 详情请洽650-994-6679 650-994-6679 或上网AIG.com slash Chinese 位于Mountainview中文广播电台 陈真晚间DJ助理 7月份上岗 工作环境单纯 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至8点 要求精通中文及英文 可自行开车上下班 认真仔细能独立操作 老板人特别好 工作职责 与电台受访者联系 使用Adobe音频软件剪辑 待遇面译 请发短信简离至 650-996-0975 650-996-0975 Rebecca Lim顶尖房屋买卖团队 十多年来以资深的经验 和丰富的房源 五湾区深得客户青睐 Rebecca Lim 您房屋买卖的品牌 Rebecca Lim 408-720-6800 408-720-6800 昌星珠宝CH Premiere 隆重介绍 Forevermark永恒印记美钻 精湛工艺打造 绚丽璀璨 彰显女性独立 勇气 决心 七世真品 完美无瑕 爱的承诺 Forevermark Tribute Collection 湾区华人独家带领 San Jose Westfield Valley Fair CH Premier Palato Stanford购物中心 昌星珠宝 病情叛得准 穴位找得准 下针下得准 湾区著名的三准医师 Judie Joe 祖传的手法 精准的用药 腰腿肩颈痛 坐骨神经痛 一次有效 25年的临床经验 从香港到湾区 不孕症 皮肤病 糖尿病 高血压 疑难病症 首盗病除 Fremont和Campbell两家诊所 约约电话 408-340-5653 408-340-5653 GMCC万通贷款 Direct Lander 专金大额贷款 EAD H1 信用不满两年都可以做大额贷款 首付只需百分之十 九家分公司 为您快速服务 请登陆 gmccloan.com 查询利率 GMCC成真贷款经济 每周提供专业培训 及一对一辅导 招聘经济 及培训热线 650-996-1982 996-1982 Dental Mortgage Capital Corp Equal Lander BRE Number D509029 NMLS Number 254895 好消息 好消息 特大的好消息 上市公司中文投资网旗下 汉浦生命科技 2019 巨线爆款 New Leaf CBD 绝对是汉麻油中的劳斯莱斯 解决压力大 严正 失眠 包括绝症等问题 至尊汉麻油 让您生活无忧 立即订购 优惠就在今天哦 订购电话 以888-789-1670 888-789-1670 专注才能专业 专业成就事业 贷款专家Pendra郭 近20年专注房贷业务 从未因利率起伏 而心有旁骛 行业信息变化莫测 客户情况千变万化 只有专注和专业 才能帮助客户 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 才能处理好 上千个贷款 疑难杂症 勘抓电话 408-218-9760 218-9760 邮件 勘抓008 at yahoo.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继续来收听 西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的节目 我是代班主持 吉娜 在今天上半场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邀请到的是 来自德利昂地产 华语 德利昂地产公司的 华语市场的代表 玛丽 余小姐 余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非常的高兴啊 继续在节目当中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来介绍你们公司 在本周即将上市 还是说已经上市的 这些 这些房屋呢 周三 对 已经上市 一般上市 就是周二周三 大概这个 上市 意思就是说 已经在那个 MOS系统上边了 所以经纪人 已经上市了 所以经纪人 或者是买方的人 想要看的话 可以看了 都可以看到了 可以看了 然后 有的房子周二 比如说 broker tour 已经结束了 有的时候 我们有 周五的broker tour 所以欢迎大家过来 那就具体 为我们的听众朋友 来聊一聊 大概 本周上市的房屋 刚刚提到 说有六间 那其中有一间 已经卖掉了 对不对 那其他五间 是哪一些的地方呢 就是上期 我其实讲过 这套房子 就说我们现在 很多在 二次之夜的买家 他们在 Palato Los Auto 买房子 那他们之前 比如说在 Santa Clara San Jose 这样的地方 有首次之夜的房产 那我们都会帮他 去一条龙的服务 帮他卖掉 就是跟我们 又买又卖 这样子 今天 第一套呢 这套房产是在 San Jose Velo Glend 这个社区的 这套房子 是2638 Briarwood Drive San Jose 这个套房子 那它是一个 三房两位的 独立住宅 然后是 Corner Lot 就是在 最角落的 边上的 有很多的买家 喜欢这样的位置 对 有的 很多买家喜欢 然后另外呢 它 这样的院落 会大一点 对 它前院很漂亮 那个Curber Peel 做得很好 Linscaping 是不是刚刚秀给我们的 就是这个玫瑰花 对 刚才给你看的是 那个我刚刚从 Los Alto Hills 过来的 一间房子 对 那一套是 还没有上市 正在准备 但是它这套的 Linscaping也很漂亮 然后它后院 有一个游泳池 反正就是 这间房子的 Condition也很好 很Cose 大概室内面积是 1523平方英尺 然后D是7100 在那个Villow Glant 对 这样的地块 是蛮普遍 就蛮common typical的 然后它现在的 上市价格呢 非常的 就是 reasonable 是 118万8 1.188的 meeting 对 又非常的 听起来也非常的 讨喜 对 然后它这个 大家都知道 现在就是 Villow Glant 它那边 有一个Downtown 然后这个房子 也很靠近 那个Combo 的那个Downtown 然后什么Hofu啊 San Jose Airport 85 Freeway Santana Road 还有Google的Campus 那Google Campus 在那个 在San Jose 有好几个 对 起码有两三个 那它这个 其中就是 非常靠近 其中的一两个 好像大概10分钟的 路程吧 就是非常好 在Villow Glant 就是在San Jose 非常传统的 好的社区 所以这个周六的 周日一点到五点 有Open House 大家可以前来 那个什么 光临 前来观看 对对 来观赏 这个好的房屋 因为有的时候 像我们上个单元 也为听众朋友介绍了 虽然现在 整个就近山湾区的 房地产市场 有一些收到 可是好的房屋 大家看着喜欢 对 还是会净价 对 还是会走得比较快 对 那为我们的听众朋友 介绍一下 它的ZIP Code 是95 95125 应该是 95125 对 好 这是第一栋 为听众朋友 所介绍的 德利安公司 本周已经上市的房屋 那接下来是哪一栋呢 接下来这套 就回到我们的 大本营 Piloto 那我们的这一套房子呢 地址是 2312Louis Road Piloto CA94303 上市价格是 298万8 这一套房子呢 是两房两位的独立住宅 然后它这个社区呢 在Piloto呢 是 Green Gables社区 那这个小区 它的房价呢 就说差异很大 比如说 它跟这个Piloto Christian Park 这个社区 Christian Park 在Piloto 就是最top的 三个社区之一啊 它跟那边 桑林的这些 微社区呢 就是除了一些 常规住宅之外 它还有很多的豪宅 那靠近南边的 这个微社区呢 就又是有一些 大概 这个Ecler 风格的房子啊 那对于买家 在Piloto 来找房子的买家呢 这个社区 找房子 就是说 你更容易找到 这个面积和价格 都比较失踪的房子 那我们今天 介绍的这套呢 大概是 1616平方英尺的 室内面积 土地面积很大 9130平方英尺 真的是 非常的大 对 所以这个房子 怎么怎么看呢 就是说 你可以马上入住 这个condition是非常好 那你如果 就是说之后 想要有加建 或者改造的空间呢 这套房子 就是完全具备 然后呢 或者说你买来 就是打算加建 马上加建 也是完全 又可以 所以也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投资的 这样的一个地产 如果你把它 重新 加建 或者改造的话 这个房子的 上升 价值上升的空间 还是非常 因为它地大 充足 对 9000多平方英尺 对 然后它位置呢 也很好 学区也好 所以 它靠近 Pala Auto的两个 就是购物中心 然后Meetown 然后那个购物中心 也是很快 就可以到 然后高中是 Pala Auto High 那这周末呢 我们的 德里昂的 Founder Kent 德里昂 会在这个房子 来主持这个 这个Open House 所以它有很多粉丝嘛 所以如果有什么 大家有什么问题 想去问它的时候 面对面的话 那这个周六 周日的一点到五点 欢迎大家前往 这个2312 Louis Road Pala Auto 而且我知道啊 像你们公司的 这个特别是在 Pala Auto的Open House 都会有很好的典型呢 对 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些 小时啊 然后还有那个 Coffee Card 现场磨制咖啡啊 对 如果比如说500万以上的房子 我们还有一些娱乐 比如说Jazz啊 或者说什么 什么跳舞舞蹈师 什么之类的 反正很多了 什么Face Painting啊 什么Ballon Artist啊 就很多 既可以品尝美食 又可以欣赏美屋 这是德里昂 他们可以说 推出房屋的一项 这个文化 那接下来 继续为我们的听众朋友 再介绍 另外一个上市的房屋 是哪一栋 我想先讲一下 这个1070 Mercedes Avenue Unit 23 Unit 23 Los Autos 这个呢 是一个两房两位的 单身公寓 它的上市价格呢 是98万8 所以这个价格 也是非常吸引人 under1 million 然后960平方英尺的 室内面积 然后我们去年 是在这个 同一个社区 卖掉过 同样户型的一套 这个房子 也是枪手程度 也是蛮高的 那这套房子呢 它的状态非常好 因为它在2016年的时候呢 它把这个 里边全部装修过 所以如果你向我们的网站 去看图片的话 会发现 哇 这套condo 这套 这个公寓呢 它的是花了很多心思 在里边 非常漂亮 非常现代 所以呢 它学区越好 是Los Autos 嗨 然后如果你去Google Map上 来看这个房子 你就看到 哇 它的周围全部都是 那个娱乐餐饮 这个 豪宅倒没有了 因为它还是 它就是餐饮啊 场所的 就是很应有尽有 然后它小区里边还带游泳池 所以生活 就是对年轻人来说 生活非常方便 嗯 有这种想第一次置业 然后你就想入住这个 Los Autos生活圈 因为它这个位置呢 虽然是在Los Autos 它靠Mellow Park 然后靠南边的Palo Auto 都很近 所以你可以享受到 三个地方的生活圈 什么Caltrain火车站 也是非常近 那这个地址是1070 Mercedes Avenue Unit 23 Los Autos 嗯 好 那接下来呢 利用简短的时间 再为我们介绍 另外一个房屋 上市的房屋 对 我们可以讲一下 这个99Norraway Atherton 这个是298万8 四房三位 室内面积是2090平方英尺 土地面积是17100平方英尺 一层的独立屋 嗯 有两个就主人套房 然后还带一个户外用池 这个房子 为什么刚才您问我说 这个价格这么低 对 因为那边许多都是 都豪宅 好几百万上千万的房子 就像它 其实它这条路呢 我们去年还是前年 也卖掉一套 大概也是800万左右的房子 所以可以见到 它是这个社区里 是比较低端一点的房产 因为它只有一层 2000尺的房子 这个在Western 是非常小的一个房子 所以它 但是它的土地大 17100平方英尺 所以它有很大的 加建的空间 或者你重建的空间 所以这种房子 现在在Ustern 尤其是Western 走的就非常快 尤其是建商 这一类的买家 或者投资者呢 他们都会比较喜欢 这样的房子 这周也是有Open House 欢迎大家前去光临 那还有一栋 我们没有来得及说 那更多的资讯呢 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 拨打德利昂地产的联系方式 电话是6504850398 6504850398 我们今天所访问的是 德利昂的华语市场代表 Marlene 于小姐 非常的感谢 谢谢您 谢谢您 我们现在呢 上次休息 在下半场的时候 我们继续来访问 我们特别的嘉宾 Bill 严 严博士 好 请你别走开 马上就回来 直此AIG成立百年之际 承邀您加入我们专业的受险 及退休产品精英团队 共襄胜举 您是否追求改善他人生活 实现工作价值 您是否渴望在实力雄厚的 国际公司大展宏图 享受幽默的工作福利 及灵活的家庭式工作环境 这些AIG都能帮您实现 详情请洽 6509946679 6509946679 或上网 AIG.com slashChinese 位于Mountainview中文广播电台 陈真晚间DJ助理 7月份上岗 工作环境单纯 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至8点 要求精通中文及英文 可自行哀车上下班 认真仔细 能独立操作 老板人特别好 工作职责 与电台受访者联系 使用Adobe音频软件剪辑 待遇免疫 请发短信简历至 650996 0975 650996 0975 著名中医师朱里周 分享湿器的由来和分类 以及中医如何有效治疗湿器的实力 中文投资网CEO 温文王做客娱乐漫谈 分享如何一分钱买到Uber的股票 清华本科资深贷款经济张力 通过经济发展趋势分析利率动态 以及未来的走势 5月11号周六晚7点半 5月12号周日晚10点半 与您共享娱乐漫谈好时光 中文投资网ChineseFM.com 创办人Woran Wang 接受媒体访问预测 美股还在牛市中 大牛市仍在继续 大胆布局长期持有 2009年金融风暴后 Woran大胆建议买进Apple Amazon 5万美金投资 现已超过150万美元 Woran Wang揭秘未来十年超级牛股 亿万财富不是梦电子书 微信Woran Wang 2018 或拨打1800-958-8561 免费索取 新意旅行社Marison Travel 经销各大航空公司机票 United 国泰 华航 长荣 Air China 中国东方 南航 Korean Air 新航 Asiana Airline 应有尽有 不论您是出差 私人旅行 公司航号 新意Marison Travel 众多机票选择 必定让您满意 另有签证 机场接送 新意旅行社一站式服务 满足您旅行高标准需求 408-727-0570 Lucy 我的塑胶眼镜常常滑下来 总是贴在脸上 啪气出来雾黄黄的 诶 我看你的眼镜就挺好的啊 你去冰冰眼镜啊 就是获商家银牌奖的那家眼镜行 他们90%都是亚洲版 还经常有半价的名牌眼镜呢 麻烦给我一下他们的电话和地址吧 电话408-996-2237 地址是1600 South Stenza Boulevard Unit 70 Central State 在小天才广场里面 每天都营业 接受保险 虚待验光单 谢谢 记住了408-996-2237 5月18日BQ卓越地产峰会 携手地产精英分享多单元住宅投资 分析1071网产投资延续秘诀 展望2019市场发展趋势 报名电话408-800-5988 408-800-5988 Google搜索卓越地产知识峰会 GMCC计划多 直接审核 直接放款 快速closing Jumble loan最低20万起 220万买房 只要10% 无贷款保险 超低利率 可用RSU 用Departy Rental 无需两年出租记录 贷款专线 以866GMCC为 GMCC万通贷款 南北加州9家分公司 成征贷款顾问 一对一培训 短信650-996-1982 或电邮info atgmccloan.com Helenho是一位 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在他十多年的职场中 尽心尽力地为个人公司 及团体做财务规划 Helenho是资深broker 代理上百种产品 为特别的您制定 适合您的理财大计 请致电Helenho 650-678-0718 炸谈详情 昌星珠宝 名表珠宝世家 飞升国际 百达北利 世代相传 由您开始 瑞士欧米加 最新限量版名表 Mikimoto 珍珠 银论光泽 典雅高贵 Heart on Fire 全世界车工 最完美钻石 光芒夺目 肖邦 宝基 宝博 宝格丽等顶级品牌汇聚 为志爱挑选 最称星完美的比物 首选昌星珠宝 Saint-O-C Westfield Valley Fair Mall 查询请致电408-983-268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聚集来收听 西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的节目 我是代本主持金娜 现在的时间呢 是来到了晚间的7点33分 在今天下半场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 投资顾问 Bill 严博士 为听众朋友带来有关 股票市场 股票投资方面的分析 严博士您好 Gina 您好 各位听众晚安 首先呢 非常的感谢 我知道您 您是在东部 接受我们的访问 所以在您那边 现在已经是 非常晚的深夜了 那首先呢 在今天 在今天啊 这个三大指数的数据显示 我们也了解到 就是说美股 我们周三的收盘是涨跌不一 那道琼指数呢 微微的上幅收高 可是呢 在周三之前 我们都知道 全球的这个股市啊 都是遭到了猛烈的抛售 而且呢 总体的这个市值蒸发 超过了1万亿美元 哇 这么大的一个数值哈 那而且 大家也是 呃 非常关注的就是在星期天 周日的时候呢 川普震撼弹 呃 川普的这个震撼弹 震动了全世界 所以也请教一下 颜博士 贸易战继续打的话 对这个经济 会有什么大的影响呢 呃 对 川普星期天 那个确实是震撼弹 哦 那个我们 美国还没开盘之前 亚洲已经大跌 呃 尤其主要目标 呃 中国 呃 上阵呼声300多 跌了5个percent 以上 那 现在 现在是这样子 本来 因为 为什么叫震撼弹 因为震撼弹就是surprise 本来对这个2000亿 中国产品增加的 这个呃 税 本来是10个percent 那呃 川普去年一直 就是说呃 要提高到25 那从12月又延到3月1号 那现在他呃 呃 打出来说呃 5月10号开始要增收 那看起来好像就是说 多延了呃 几个月 但是呢 本来大家议计说 这个谈判呃 呃 已经差不多八成九成 已经接近了 而且呢 川普如果说跟中国 make a deal的话 对他来来讲呃 呃 是一个呃 最大的利多 尤其他呃 明年又要选选总统 那中国不用说了 中国更希望能够 没错 达成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呃 突然这个真的是大家很很震惊 那刚刚呃提到的问题就是说这经济有什么影响 那我想都会付出代价啦 因为不管谁打谁呢,杀敌一万,自损八千 那这个本来说要同意的问题 可能简单讲是这样子 美国的要求是什么 美国要求说你给我买更多的这个产品 比如说这个能源啊,这个粮食这些 这是中国一口答应的,没问题 那比较关键的可能在最后的争端 可能在对于中国政府的控制 对这个工业的控制这方面可能有点争端 还有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所谓的pirating 对国外的科技的这个盗取啊,这些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美国希望 中国对这个外国的公司 尤其美国公司,常害大美 你进去不一定说这个政府一定要占五十一四十九的 也不要这些 所以这些的争端应该是很接近 但是突然来这个大家也很这个surprise 那现在是这样子 可能惩罚到中国 这个当然对中国直接的惩罚 如果从十提高到二十五 但是可能也伤了美国人 那对这一个经济学家有一个估计啦 估计大概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增加关税 可能一个月造成三十亿的代价 那也就是说美国公民 比如说你一样东西 因为因为这个 势必就要涨价咯 对对就是涨价 那涨价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多付税金啊 你可以这样来了解 所以这个是最大的 这是对老百姓比较直接的 对有inflation的压力 那谁荷包受损 我这个东西 除非说你贵了我就不买 这个就中国的损失 那如果说贵了我还要买 那美国人都超腰包 我想这个经济学家估计 但是这个估计是非常非常困难 但是这个数字就是说 一个月三十亿的代价 那另外呢 美国也在国外受到这个 报复性的关税 比如说加拿大 墨西哥 欧洲 中国也对美国有报复性的关税 那也就影响到美国的出口上 所以这个贸易战 变成了一个连环的 一报欢一报了 这个就就就就不好 现在国际政治讲合作嘛 经济各方面讲合作 那这个关税呢 就增加一个一个一个壁垒 我想法尔街很清楚嘛 就是说这个贸易战 你打的话法尔街就跌 所以情况是这样子 那我们看着办 拭目以待 也许也许大家都希望 至少像我们这个老百姓 或者是说投资的朋友们 还是希望就是说 这个市场是稳定的 对不对 对那一方面就是说 川普政治上也有压力 他同党的这个宣众 就是说这个 这个财政委员会的主席 那个叫 Gresti Iowa的 他就想说 川普必须要取消所有的 的关税 国会才会通过他的贸易条约 比如说他跟中国 make a bill 然后这个呢 他拿到国会来 要国会通过 那川普说你先 国会就说你先把这个 所有的关税先去掉 然后我们再通过这个这个条约 所以他在党内也有反对的声音 也有阻力 那选举快到了 政治的诉求 可能他也必须考虑 没错 特朗普也有大的压力 那接下来呢 也想请教一下严博士 那除了上述这样的一个因素 大家都非常的担忧 之外呢 那其实在今后的一两个月 华府还会有什么样的议题 可能影响到市场呢 华府他他今天就是说我们 前面7月4号之前就 国会就开始修回去过暑假 要到大概9月再才回来 所以往后一两个月 在华府的政治上可能 最主要还是在白宫 那白宫我们刚刚提到的最大的议题 就是贸易战的议题 一直还会影响到这个华尔街 那另外的就是这个Muller的report Muller的这个通俄门的这个报告呢 对川普来讲 他没有讲得太清楚 因为现在司法院还是把他控制住 控制住 让这个司法部长 Wellen Barr很多不把他公布 那国会一直会追着这个事情 来捅他的 因为这个现在民主党在这个下院 还是占占多数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在 卫玄之势 对除了卫玄以外 他可能就拉着这个事情 事情不放了 那总归来讲 还有这个大家都想选总统这个事情 事实上明年这个Iowa的Caucus 还有New Hampshire的Primary 大概就是剩下十个月就 八个月十个月就开打了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总统选举都是变成一个重大的议题 那议题在哪里 在经济 那行政部门也就会好好的再来搞经济 我们看一下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选举一年 前一年是最好的一年 总统四年循环 总统四年循环最好的就是 过去185年来的历史 大概是这样子 总统选举一年 这个前一年最好 那总统选举一年是明年的前一年 也就是2019了 那所以过去的统计大概都会涨十个percent 所以如果照这个统计的话是最好 那当然总统选举一年是其次 那选举完的最后一个 选举完的隔一年是最不好的 那80年来pre-election year 就是说总统选举前一年 也就是今年80年来只有一次下跌 就是欧巴马第二任的这个2015年 跌了2.2个percent 那除了这个以外 没有看过跌过 在我们要看到总统选举前一年跌的 只有回到1939年 那个跌到2.9个percent 我们知道那一年为什么 那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 德国进攻波兰 可能有这个影响 那在前面的 比较重叠的就是1931年 我们在这个所谓的great depression 就是说这个经济大萧条的时候 所以根据总统选举四年循环来看的话 总统选举年的前一年是最好的 也就是今年 所以我们在投资市场的这方面 也不得不考量政治因素 对不对 是的 所以这是严博士在节目当中 给我们所带来的市场方面的分析 我们现在稍次休息 在下个单元的时候会继续请教 严博士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分析 细古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Facebook YouTube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SVCmedia 或是细古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VC Mexro Cupertino 以超过10年的专业诚信 预满湾区 众多银行 最佳利率 Direct Lander In-house Funding Mexro有高素质的经纪人团队 贷款地产并重 一站式服务 Mexro有经验丰富的Long Processor Team 和Real Estate Coordinator 帮您顺利Close Deal Mexro有超强的管理团队 提供系统培训和一对一指导 欢迎加入Mexro Cupertino 请下Vila王408-307-5056 408-307-5056 范宇集团首创财务管理 一站式平台 是人数保险 年金规划 投资理财 贷款 汽车房屋保险 一站式权威 总共位于洛杉矶 北加州 Saint-Jose Saint-Mattel Pleasanton 三家办公室 为客人规划 最适合的汽车房屋保险 是您财富管理首选 北加专线 888-831-8868 888-831-8868 赞宇用心 让您安心 范宇集团 首创财富管理 一站式平台 是人数保险 年金规划 投资理财 贷款 汽车房屋保险 一站式权威 总部位于洛杉矶 北加州 Saint-Jose Saint-Mattel Pleasanton 三个办公室 为客人规划 最适合的汽车房屋保险 是您财富管理的首选 北加州专线 888-831-8868 888-831-8868 赞宇用心 让您安心 Transpacific 泛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 受限于年金的 General Agency 北加州 现有Fremont 及Saint-Jose Office外 第三家 也于Saint-Mattel 正式开张 全美已有11家分公司 代理超过 40家知名保险公司 并有1500名 保险经纪人 为客户挑选 最适合的 保险及年金产品 有专业培训 及back office support 欢迎保险经纪 加入我们的行列 Transpacific 受限于年金的专家 老公啊 我出车祸了 怎么办呀 你没事吧 上次我哥哥出车祸以后 听他说 找重信律师事务所的 翁景山小姐 他们有20多年的经验 会为客户 联络医生 保险公司 最后啊 还向对方 保险公司 争取了一大笔的赔偿啊 好 那我马上就来找 欧小姐帮忙吧 重信律师事务所 24小时为您提供车祸法律服务 请电欧小姐 415-269-1803 415-269-1803 哎 这几年皮肤一直有暗疮 试过很多方式 都没能根治 幸好有朋友介绍我到南湾的Bofor Day Spa美容中心 现在的皮肤好方滑细嫩呢 Bofor Day Spa还有多种方式治疗各种色斑 去治 抗皱美白的疗程 配合最新的仪器 最优质的产品 最佳的服务 今天就致电到南湾的Bofor Day Spa 电话号码408-861-0886 昌星珠宝CH Premiere 欧米加全新海马系列 Aquatera女装晚表 150米防水性能 熬游大海 白色珍珠母背表盘 优雅高贵 香钻表圈 迷人风范 自动上链 同轴擒控系统机芯 晚间真品 风靡世界 湾区华人独家代理 Westfield Valley Fair CH Premiere 和老头石坦福购物中心 昌星珠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 继续来收听 西谷华人电台的财经天地节目 在现在的时间是来到了 晚间的7点47分 那么我们节目当中呢 所访问到的特别嘉宾 是投资方面的顾问 颜继琳博士 比尔 颜博士 颜博士你好 好 大家晚安 晚安 那接下来继续要请你 给我们的投资朋友 带来新的有关 您的独到见解 比如说 像美国经济 和已经爆出的盈余如何呢 而且也有一些听众朋友 也非常的关注 说联储局 目前的地位是如何呢 对美国经济跟盈余 我们一直在注意 也就是说股市最终 还是要归于经济 跟这个盈余 那到目前来讲 好像越爆越好 那个GDP出来3.2 又是一个surprise 那这个失业率 这个我们川普总统 最夸口的就是他的失业率 3.6个percent 上一次爆出来的 增加了226万多个job 然后失业率掉到3.6个percent 3.6个percent是 这个1969年以来 应该是 好多人都还没出生 那个这个单身的时代 3.6个percent 所以从这个看 美国经济是过好的 那有关于盈余 盈余是这样子 到上个礼拜五为止 大概将近八成 将近八成全部都 都已经爆出来了 那其中76个percent 是这个 盈余这个预测 盈余预测是76个percent 那60个percent是这个销售 行销数额 超过这个预期 这个这些数字都 都非常非常好 因为到上个礼拜五 现在估计下来 这一个quarter 可能就是说 负成长0.8个percent 本来在前面一周 是负成长2.3的 整个整计是负成长2.3 但是现在又调到负0.8 也就是说出来的 多比预期的好多了 那这样怎么算呢 算出来这个p大概16点多 16点多我们还是在 在安全的界限里面 所以股市 现在也很难说是 太贵了 当然也不是太便宜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可能市场就会在这个 目标标地上游走 那我们就看这个经济 跟这个盈以第二季怎么走 那刚刚有提到 Fed这个position Fed position它本来去年 大概半年前说 今年会涨三次 后来经济的情况有变 他就说早涨两次 因为看起来经济没那么好 后来涨一次 那现在的情况 目前的position 大家认定的就是说 它不涨了 今年不涨了 可是这么热的 这个经济跟盈以出来 它是不是有变新了 我们要看它6月 6月这一个 它的开会的结果 比较重要 可是一外面又看到 亚洲的情况 那这个贸易战又在打 那这个水龙头 它也不能就是说 现在这个水流 让它流得差不多 那经济好 它想关一点点 那又有贸易战 它也不能整个关紧 所以它的position 现在比较 可能要趋近于政治化 因为后面要考虑 它如果涨利息 川普说 你就是要害我不当天 跟1990年一样 所以它的考虑 它的position 现在是有点尴尬 我认为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现在开完会也没多久 我们看六月他们怎么说 还要看经济 所以这几个月大概就注意这些事情 那而且呢 在五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常常也提到 特别是严博士啊 多次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说 五月份通常是卖股 这个月份 sell in May 那你觉得这个事实是这样吗 sell in May 好像有人在这样做 因为从数据是告诉我们 应该sell in May 因为从1950年开始 我们知道有这个股市 你把它分成两半的话 有好的半年跟坏的半年 好的半年就是说 11月1号到4月30 坏的半年就是5月1号到 到这个10月31号 所以有sell in May这个说法 因为你1950年 放1万进去 那只放在好的半年 到现在有100多万 那如果1万块 1950年放进去 只放在那个坏的半年 大概1万块变成 1万1多少而已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个是make sense的啦 那我们整体上是这样看 为什么说sell in May 就是说从5月1号开始 到这个9月10月这一段时间 有很多风暴 也就是说市场会比较volent 很多大的风暴 都在这一段事情发生 那我们用这个回收跟风险的 这个评估下呢 就是说不值得进去 我们的回收 不能抵这个所冒的风险 所以我们宁可出来 有这个意思 那今年怎么样 今年好像有人真的在sell in May 你看我们这个5月1号 这个叫做大抛售 5月1号也就跌了160多点 那时候川普的风暴还没出来 那有一个指标 就是说每一个月的表现如何呢 就是说从小看大 你看第一天 大概就知道这个月大概会怎么样 有这种说法 那我们5月1号跌了100多点 5月1号又来一个100多点 那当然3号 3号礼拜五涨了快200点 大概补回来 那这个5月6号 我们知道川普的风暴 一开始也是跌了400多点 但最后收尾的时候 没跌那么多 那到隔天到昨天跌400 470多点 那今天稳定下来 今天涨了2点 可是NASDAQ跟这个S&P还是跌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今年可能有一些风暴 那风暴来自哪里 来自脱欧 来自美中的这个贸易战 这些那其他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也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比如说这个北韩又发炮弹 然后委内这一大的事情 这些国际地缘政治的因素 可能也会影响我们这一个 不好的半年 所以呢 大概是不需要啦 我们不应该就是说 follow这个5月1号一定卖股 但是呢 我们可以期待这个暑假 一直到9月10月 有很大的波动 波动会比较大一点 好非常的精彩啊 那我们经常收听财经天地 节目的投资朋友也非常知道啊 像严博士呢 他自己在技术层面这方面 也有读到的分析 所以在最后的时间呢 也流出来 请严博士给我们分析一下 在从技术方面来看各大指数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对 技术上我们现在看起来是正型哦 也就是说我们用道琼来来看的话 事实上我们在2月下旬的时候 就已经呃出现这一个呃 所谓的房金交叉 但是呢一直就受到这个呃前期的新高 去年10月3号那个那个呃 新高影响一直没办法突破 那可能说受到这个什么3M啊 或者是波音的的影响 但是呢这个NASDAQ跟 S&P已经在前时哦 已经创了 前时创了新高了 那我们希望希望道琼要能够追上去 如果从这里就呃一路摊下去 呃 S&P跟S跟这一个NASDAQ有新高 但是道琼的新高是创在这个呃 半年多以前这样就不好 我们希望它呃pick up 那这一个呃 道琼交通指数 交通指数表现也还不错 跟道琼走了同步 所以这个我们就比较比较安安心一点 那我们看还有一个叫做这一个呃 汇城的这个Semiconductor indicator 这看起来这个图很正哦 很 嗯 形式很好 所以从技术上来看 应该还是非常呃非常健康的啦 嗯 那呃 最后我们好久没有做这个事情 就是说这个对这个各 各股继续分析哈 各族群哦 族群我们看三个哦 最主要看三个 看SLK XLF XLE 嗯 那K就是Technology F就是Finance E就是Air Energy 这是领导股市的这一个三头马车 XLK很好 我们刚刚提到汇城汇半指数 呃 非常好的 那 那当然了XLK一定是 这个行非常的正 非常的沙烈 XLF 呃 也不错 本来比较弱 但是在 在上个月中 呃 发生这个黄金交叉 在这个情况也是很好的 当然就是比较弱的 这个就是XL1 XL1的Energy 也就是说石油的消耗 石油的价格 我们不需要它太差 但是就一直压住 所以 如果说要要挑毛病的话呢 这个XL1就是说 它的型比较烂一点 讲难听一点 比较烂一点 那其他的 其他鞋型呢 大概就XLB Materium Materium 最近破掉200天平均性 而比较比较差一点 那XLI还还还还不错 那XLP Consumer Stable 跟Discretionary 这个型都还都还还不错 那Healthcare那型就比较歪一点 其他像Utility啊 或者Telecom啊 或者是Reestate XLRE的话 型都很正 所以基本上 如果从技术上来看呢 这个市场还是非常的健康的 哎 听起来还是蛮振奋人心的 那非常的感谢严博士 在节目当中 对于投资方面精彩的解读 那也感谢你啊 现在你那边在 已经夜里都快11点了 所以先祝你晚安 也祝我们的听众朋友 有一个愉快的夜晚 非常的谢谢 那我们今天所有的节目 都为听众朋友们分享完了 在此呢 再次感谢严博士 谢谢听众朋友们 我们明天再见 好 谢谢大家 各位晚安 拜拜 拜拜 今天晚电台节目 由范宇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以上言论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立场 今晚 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为您制作的节目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